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女性张静芝在金家好媳妇阴眼和地表最强小三黄秋仪,在网路上被入戏观众骂翻,不久前剧中正宫高女真连上她六个巴掌,让观众看得直呼过瘾,其中有几下还真的不小心打到脸。 今五张静芝参加直播节目时,竟透露当下被打时心情其实有些开心,让主持人听了惊讶不已。 张静芝今天到陈建安主持的安安大明星做客,谈起金家拍摄过程,他说,拍摄现场真的超级欢乐,我们这组红安哥、雪凤姐与真姐真的都是疯子。 回想最让他难忘的一场戏,却是被高宇真连上六巴掌,他笑说,人生要被女神扑倒也是很难得的经验。 还说当下心情很开心,被扑倒时也觉得有点害羞,甚至觉得高宇真饰演的金心容狠狠教训身为小三的他,在编被打的过程,反而在心里尖叫好帅。 张静芝上安安大明星谈拍戏干苦,翻摄自脸书,张静芝,左,在金家好媳妇演活小三角色。 三力提供,张静芝上陈建安主持的安安大明星谈拍戏干苦,翻摄自脸书。